亲爱的八父 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 请圣灵帮助我们今天晚上 不只是能够了解 更重要的能够记住 可以把你的话语背起来 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你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恭敬地叫在你的手中 很期待 很渴慕 你教导 感恩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最后一课我想跟大家分享 是感恩的诗歌 因为诗篇里面的诗歌 有不同不同的分类 我们已经讲过了 感恩的诗歌有许多 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 对不起 这个诗歌差在哪里 看旧约圣经 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历史 也有好多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唱的歌 他们的祷告 在约束亚 约束法 约杀法王 约束法王的时候 那个时代 有亚兰 就是北部的一个国家 来攻击以色列 那么那时候 因为以色列的军队很小 亚兰的军队很大 所以这个王帝他心里就很惧怕 但是他算是 以色列 尤大里面的好国王之一 尤大有八个国王 算是好国王 他是其中八个其中的一个 所以他就定义说 我们整个国家 要来求耶和华的帮助 因为照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是不能够 不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就求耶和华 还叫全国的人民 都要尽世 来到神面前 谦兵来到神面前 尽世祈求 结果神就回应他了 他说 犹大众人这个叫做先知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而且国王你们要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为这大军而恐惧 惊慌 因为胜败 胜败不是叫做你们可以不可以 胜或者是败 是神 赐给你的 所以王帝就跟他人民商量好了 他们商量好的 我们你看他这一次打仗的方法 就设立了唱歌的人 就是有那些立位人 还有那个师班 我们已经看过 口拉的后裔 就把他们全部招来 就一起送战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不是穿去打战的军装 是穿圣洁的礼服 就是去敬拜的时候 敬拜的时候用的礼服 走在军前 赞美耶和华 所以他的军队很小 但是他的办法就是 把那些师班 把师班的人 穿了他们进去敬拜的那种礼服 在前面 军队在后面 那么赞美耶和华就说 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有缘 你很熟了这一句 在诗篇里面 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一句话 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许多的祷告 许多的事件 他们都是有用这一节的 所以你看他们打仗的方法 是用称谢 用感谢 用感恩 来去打这个战 当然他们是胜利 因为有耶和华 在他们的旁边 是多奇妙 你想来多奇妙 打仗是要招作 通常我们说打仗 是要看你的军队有多大 有比你的敌人的军队 会多过吗 还是少 你用的武器 是什么武器 你打仗的方法 从哪一边去 怎样的攻击 通常打仗我们是这样的说 但是他们这一次打仗来 因为他们尽是祷告 神就教他们怎样做 耶稣法 国王就照着神告诉他的 这样去做 他们就胜利 以赞美 来打胜战 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在 耶稣基督里 以称谢和感恩 来打仗来打仗胜利的 来打仗胜利的 征战 在属灵 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 不要失败 不要失败 不要让魔鬼 使我们失败 我们要胜利 我们要赢 靠主 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个很好的武器 就是赞美 和感谢 保罗也曾经这样的说过 他说凡事 凡事歇恩 凡事的意思就是说 好事 不好事 不良的事 那些庆祝的事情 那些悲伤的事情 什么事情也好 有困难 很顺利 凡事 这是我们生命里面 很顺利 也要歇恩 我们生命里面有困难 当然我们是会祷告 但是保罗说 先歇恩 凡事歇恩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他所定的旨意 你有想过吗 歇恩感谢神 是神的旨意 就是说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的旨意 那就是我们要感谢神 既然如此 我们的祷告 就必定 要有许多的感恩 许多的谢恩 那么感恩的诗歌 和赞美的诗歌 上一次我们讲到赞美的诗歌 感恩的诗歌和赞美的诗歌 相同吗 他们的言语很相同 但是也有一个分别 赞美的诗歌是充满喜乐 欢喜 赞美 敬拜 尊崇 崇拜神 赞美的诗歌 是向神 向神 敬拜 我们赞美他 很多很多的诗歌 都是赞美神的诗歌 那么感恩诗歌呢 感恩诗歌的歌词呢 强调 强调着我们喜乐的原因 赞美是我们充满喜乐 感恩的歌词呢 是我们为什么要感恩 我们感谢他 因为他神是信实的 神公益我们一切 神每日都祝福我们 神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不只是拯救我们 从罪恶拯救我们的灵魂 他也帮助我们 胜过我的老我 现在是新造的人 那也是拯救 因为神这样的为我们行 我们就要感谢他 神为大卫 做了许多的事情 大卫好多次 违背神的揭命 有做错过事 大卫有 犯罪也有好多次 但是每一次他认罪的时候 神就把他带回到神的身边 所以神为大卫 做了很多事情 大卫就写了好多 感谢神的诗歌 在诗篇里面 这些诗篇呢 都是充满感恩 充满崇拜 充满赞美 我们都很喜欢读的诗篇 今晚我们要看 只是几篇而已 我们先看一些 赞美和崇拜 我只是拿出诗篇 其实有很多 赞美和崇拜 诗篇111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真正人的大会中 就是信靠耶和华人的人 大会的会中 并公会中就是他们的领袖 一心的称谢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那个就是那个哈利路亚 那么诗人还继续说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 但是好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神为我们做什么 或者事情一过了我们忘记 但是这里诗人说 我们要喜爱神所做的 要考察 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归言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行的其事 使人纪念 我们要纪念神所做的一切 因为只有神帮助我们的时候 才能够解决 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问题 而且有时候 他的解决方法很奇妙的 所以诗人说这些是奇事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这是我们感恩 感恩的原因 奇事下去 第五 他吃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这里说到他吃粮食 是不是说如果那些人不敬畏神 他们就没有粮食吗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诗人是特别的感谢神 因为敬畏神的人 从来不会缺乏 这是我们多困难 神不会让我们饿死的 他吃粮食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乐 神以以色列立的乐 就是在西奈山那边 神以以色列立的乐 就是说神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神的子民 以色列时常忘记 但是神永远纪念做他的乐 他不会忘记 他不会忘记说他立了乐 所以说他会照顾这些人 还有他向那些百姓 显出了他的大能的作为 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 他们进了迦南的时候 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 神就一个一组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慢慢的帮他们 胜过他们 就占取了整个迦南地的地 他的手所行的是城市公平 他的顺持都是缺失的 他就是说领人民歌颂神的话语 这是诗人写出来 而且那些以色列人 也是一样的就照着这些歌词 来去敬拜神 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是按城市正值实力的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我们上一次提过了 救恩守回来 以色列 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也是有救赎 就是神把他们从敌人的手上救过来 他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 神已经跟以色列讲过了 我跟你的约是直到永远的 就是说今天 今天的以色列人 今天的犹太人 他们和神的约还在呢 神还是今天的犹太人的神 那些信敬畏神的犹太人 他们也承认神是他 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所以他的名 他的名是圣而可畏 他的名 耶和华的名 圣洁 圣洁 我们应该敬畏 他的名 最后一节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段 诗人 他很了解 他们和神的关系 他很了解 所以他也很明白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智慧 不可以只靠我们自己的思想 我们需要的智慧 应该是从神而来 所以那个智慧是怎样的呢 那个智慧是我们敬畏耶和华神 就能够领受到这个智慧 就是说如果我们与神没有那个个人关系的话 我们很难领受到神的智慧 因为我们接不过来 神要给 但是因为心里面有罪 还没被赦免 不能够接受神的智慧 要先把我们心里面的罪 认罪 求主耶稣洗尽了 我们才能够领受 神要给我们的智慧 所以如果我们是需要智慧的话 先认罪 凡遵行他命令的 就是聪明人 我们都很喜欢做聪明人 我们都很喜欢我们的儿女做聪明人 但是最真正的聪明人呢 是那些心里面敬畏神的人 他们才算是真正的聪明人 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的聪明呢 只是理想方面而已 不是完全的聪明 还未想错 还未做错 但是有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就很难做错 因为圣明会一直的带领我们 会带领我们怎样的做决定 那个叫做真正的聪明 是神的智慧 所以这一首诗歌呢 诗人提到他和国家与神的关系 到了最后呢 最后一句呢 他还是说耶和华是永远当占领的 讲了这么多 他的结束呢 就是神耶和华是永远配得我们占领的 只是一种感谢神 所以他的这一首诗歌里面呢 不是感谢神 虽然他只是这样的说出来 百姓施行救赎 他是在感谢神 神赐给他们的这个救赎 好下一首四十四篇 四十四篇那里 这整首的四十四篇呢 其实这一首四篇如果你回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这首四个呢 是提到了以色列所面对许多的患难 但是在那些患难中呢 还是有一句感谢神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 他对他的基本的世界光呢 他是怎样的看世界呢 就是从神的立场来看 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王 求你出令 使雅各得胜 就是使以色列得胜 我们靠你 要推打我们的敌人 就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战胜敌人 但是是靠你的名 我们才能够攻击 那些攻击我们的人 继续的说因为 我并不靠我的功 就是我不要靠我的武器 打战的武器 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这是很谦卑的心态 说虽然我们有军队 虽然我们有武器 但是神我们还是终于依靠你 我们也一样啊 我们每天的生活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才感 我们有天才 我们有许多的技巧 我们有许多的训练 我们是一个多知多彩的人 什么都会做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心态说 神这一切你赐给我的 很好 感谢你 但是我还是依靠你 这是我去做生意 我很会做生意 我知道怎样的决定 几时进去 几时出来 但是神 我还是依靠你 我依靠你 我知道 我就不会走错 如果靠我自己的剑 靠我自己的弓 靠自己的刀 我可能会失败 但是靠你 我不会失败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 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都羞愧 如果有人欺负我们 我们不必 唯自己去打仗 宁可吃亏 让神来替我们处理 因为神处理 是处理的最美好的 不要自己去 我们终日 因为神 我们要夸耀 还要永远称谢 你的名 95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 欢呼 这里呢 诗人是说 神啊 你是我们的救主 拯救我们 你是我的磐石 你是我们的磐石 我们要来感谢你 用诗歌来要向你欢呼 很清楚啊 都是感谢神的歌啊 这欢呼是向我们的避难所 所说的 我们要来感谢你 用诗歌向他欢呼 以耶和华 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这里不是说 我们承认世界上有很多神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所谓的什么国家都可以说他们有神 但是你是真神 你是大神 你是大王 超乎 其他的所谓的神 至少 他们比不上你 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 你创造的宇宙 第一的深处在你的手中 山的高峰也是属于你 海洋也属于你 也是你造的 亨帝也是你所造成的 就是说因为神是创造万有的 所以我们要称谢你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用诗歌来向你欢呼 他说来啊 我们要去生敬拜 再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会下 这里有三个动词 一个是我们去生敬拜 两个那边 第三个是跪下来 这给我们看到诗人 他们的敬拜都是从谦以谦卑的心灵来敬拜神的 你们也应该学他们 因为神很喜悦 在他面前 在他面前谦卑的人 不是自我伟大的人 因为要自神伟大 我们伟小 下一种是感恩和赞美 这里我只拿出14篇而已 其实有其他的92篇 真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我们时常都是 在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都是赞美神的名 也就是说赞美他 至高者就是称神 你是万有之上的最高的 我们用实现的乐器和色 用情来谈那些优雅的歌声 几时呢 早晨到夜晚 早晨我们要传扬你的慈爱 晚上我们要传扬你的心事 就是说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要用我们通常很喜欢用的那些乐器 哪来敬拜神 有些教会以前我们有 以前我们的福音堂 如果你看我们教会的历史 我们的教会是叫做福音堂 或者有人叫做弟兄会 Brethren Church弟兄会 我们的派叫做弟兄会 开始的弟兄会的教会 他们的敬拜是不准用什么音乐 乐器 不只用乐器 不能够用钢琴 不能够用琴 什么都不可以用 只是清唱而已 所以在新加坡 第一间的弟兄会 就是Braspasar那个Betester 第一间的弟兄会 也是没有用乐器的 一直到 近来我听说前十多二十年 他们已经开始有用钢琴 但是一百多年来 他们没有用乐器的 但是圣经里面说 圣经里面这么多的是用不同的乐器 你看四篇一百一百一百篇那边 他用的很多种的乐器 至少有八种的乐器 他这里说 用那十贤的乐器和色用琴 要谈优雅的声音 早上我们要用这个音乐 用我们的歌喉来传扬你的慈爱 就是说我们要唱歌 唱出你的慈爱 如果那些歌 我们时常唱的话 就是不信神的人 也会跟着我们唱 晚上我们要传扬你的心事 就是说你是多信实的一位神 你带领我过了今天 整天 你的信实是永远的 诗人说 这本为美事 他说这是美事 因你 耶和华 借助你的作为叫我高兴 他多好 神叫我们高兴 我们高兴 时常是要靠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好像有些女孩子 他们买了一件新衣 就回家的时候 哇很高兴 买了一件新衣 可能我们有些弟兄 买了一双鞋子 新的鞋子 有名牌的鞋子 当然很高兴 所以我们 很高兴的事情 往往都是 这些属这个世界的事 但是在这里 诗人说 耶和华 你借助你的作为 你使我叫我高兴 就是说我们看到神 在这个世界里 在我们的社会里 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你的作为 给我高兴 这种高兴呢 是长久的 不是好像买了一件新衣 那种高兴 这种高兴是长久的 我要印着你手 你手的 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关注 神把我们放到高处 好 这一首 这里呢 我 找出了 立位记二十章 因为立位记那边二十三章呢 二十三章呢 也给我们看到 那时候 立位人 立位人就是在 圣殿里面的师班 师班包括立位人和 格拉的后裔 那些师班的人 他们所唱的歌 这是一首 圣谢耶和娃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实现的乐器和识 用情谈优雅的声音 早晨夜晚 这本为美诗 一样吗 好像一样 好 接着下去 另一种 这是在患难时候 我在患难时候的赞美 和感恩的诗歌 患难的时候也可以有赞美歌吗 可以 孩子患难的时候可以感恩吗 诗人给我们看到 还是可以感恩 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功课 这是怎样的困难 面对什么事情也好 多大的事情也好 得到很坏的消息也好 我们还是可以感恩 诗篇69篇 圣经里面所说的高处 每次都是说 以神靠近 亲近神 叫做高处 离开神 就是到下面去 所以这个诗人写 这首诗人说 因为 因为我 所现在所受的困苦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困苦 你可以自己想 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困苦 忧伤 我们现在有什么忧伤的事情吗 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要以师哥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称他为大 我虽然有这个困苦 我虽然有这个忧伤 我还是要用师哥来赞美神的名 你感谢称他为大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很伤心的时候 因为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很伤心的时候 你拿起那个诗歌 就唱那个诗歌 像神唱那首诗歌 你真伟大 你真伟大 你唱完了那首诗歌 你会觉得心里面 神的真的把你 提到安置在高处 这是我们在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用歌 用音乐来赞美神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边叫耶和华喜悦 因为我们这样做 神很喜悦 就是说如果我 面对一个很伤心的事情 我没有坐在那边埋怨 我没有东南西北 那边去找人 打电话去找人 我拿一首诗歌 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这么困苦 我拿一首诗歌 我唱那首诗歌 像神唱那首诗歌 神就知道我们的心 是倾向他 他就会来安慰我们 他就会来帮我们处理那件事情 因为神看到我们这样做 这叫神喜悦 这种做法 对神来说 好过我们一切的奉献 有些基督徒 他们误会了 误会 以为如果我有这个困难 我现在求神帮助我 因为我的生意现在真的很倒霉 我求神帮助我 这个生意 不要完全的倒去 求神帮助我 那么他们以为 我放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就是通常我给这么多 现在我给五倍 给多一点风险 神就会帮助我 这个是误解 神不是这样的看 但是神看我们的心 他不是看我们放多少钱 他是看我们什么心放那个钱进去 你记得主耶稣所教导的 他说那个寡妇放的那两枚钱 比那个富有的放的那一大堆钱更大 在神的眼中 这两枚钱更大 因为他的心是要敬拜神 如果我们的心是敬畏神的话 我们不必放多一点风险 不需要 不必这些陷牛啊 这些有脚有蹄的宫牛啊 不需要 神喜悦的是我们的心 景象他 牵壁的人看见了 就喜乐 牵壁的人看到神这样的 对这些敬畏他的人的 有喜悦的话 他们就有喜乐 寻求神的人 愿你们的心 苏醒 不要闷在那边 不要在那边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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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做个基督徒 做个门徒 不要做个狐磨 因为神耶和娃听了 听了那些求乏的人 他不描述被求的人 神看的是内心 神看的不只是我们的外 当然神也看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然神也很喜悦我们 乐意的奉献 十八仙 十一奉献 奉献还给他 因为这十一奉献 是属于神的 我们不是奉献 我们是还给神 当然神很喜悦 我们这样做 但是他更喜悦 这是我们的心态 给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说 神啊 谢谢你 这个愿你给我这么多 现在我还给你这十八仙 算是你的 神看我们的心态 三十四节 愿天和地 洋海和其中一片的动物 都要赞美他 他讲完了那几句话 就是说 愿一切的都赞美他 神看我们感激的心 好 下一张 第五十章 你们要感谢 你们要以感谢 为祭 献与神 这是我们要献 以前他们是献祭 拿那个牛啊 拿个个子啊 拿那个面粉啊 来献祭 献给神 这里诗人说 我们要以感谢为祭 这是说 我拿了我这只小羊 来献祭的时候 我是带着感谢的心 感谢神 你赐给我这么大的羊群 现在我把这个羊 献给你 我们同样的 感谢神 你赐给我一切的需要 我现在把这个十分之一 献还 还给你 诗人说 以感谢为祭 来献给神 又要向那至高者 还你的愿 这是说 如果我们向神 说了什么话 要做什么 我们要还那个愿 因为神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所愿的 一切 神都记得 神很乐意 所以如果我们是说 我今年 我今年 我决定 在神的面前 我决定 今年 我要把整本圣经 读完 你在神的面前 这样的 立你的愿 神听到了 神很喜悦 神会帮助你 但是你要 把那本圣经 读完 必要在患难的时候 求告你 我必 打救你 你也要 荣耀我 神说 你要感谢我 三十天 耶和华 你曾把我的灵魂 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卧 不值于下坑 这是世人的经验 他说 你曾听 把我的灵魂 就好像 下到地狱那里去了 我已经下到这么低了 你把我救起来 你把我拉上来 你使我存卧 耶和华的圣明 你们要歌颂它 要称赞它 可纪念的圣明 也是感恩 他自己感谢神 拯救他 他又叫 其他的圣明 他的同胞们说 你们一起来和我歌颂他 很好的一件事 虽然我们自己 是我个人自己领受到神的 领受到神的恩惠 领受到神的帮助 领受到神的供应 但是我可以在小组里面 请我的兄弟姐妹 一起来和我感谢神 一起来感谢神 那是很美好的事 私人是这样做 他不只是叫小组啊 他是叫整个国家 他旁边的同胞们 一起来歌颂他 第五十七 我的生命在狮子中间 这里他讲到 他在他的生命里面 经验过很艰难的 多艰难呢 好像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一样 好像被 好像大鱼里这样 被钩在烈火里面一样 那些人的牙齿 好像枪 好像剑 只是说他们的 他们的石头好像刀 只是说攻击他 不只是 生命里面 还用他们的不言语 来攻击他 因为我们的言语 好像刀一样 我们的话 可以好像刀一样的射进 别人的心 求神 洗净我们的嘴巴 洗净我们的舌头 洗净我们的心 千万千万不要 让我们 所说的任何的话 伤害到别人 因为伤害到别人 就好像你拿一把刀这样 插进去他的心 这就是这个诗 诗人所写的意思 但是 你看他写了这些 他还说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 称谢你 同意 同意 首诗篇 四五十七篇 他说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 就是我不只是 自己个人要称谢你 我要在我的同胞厅 我的乡村里面 我的城市里面 称谢你 我要到圣殿里面去 歌颂你 在列班中 歌颂你 列班就是说到 其他的国家 这里是人是说 我要感谢你呢 我不只是 自己一个人 安安的 在家里那边 感谢神 他说 我要感谢你呢 我要公开的 让人家知道 为什么我感谢你 为什么我歌颂你 还有其他的人 也能够一样的 被祝福 当我们听到 一位弟兄 或者一位姐妹 神怎样的 祝福他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 也为他高兴 也为他感谢神 就是说你得到的福气 你分享过后 就把它沉出来 加添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大家都能够感谢神 听到别人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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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称雪 包括敬拜 包括歌颂 下一首 二十八首 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 耶和华 你是我的磐石 不要向我 接磨 就是不要 不要向我这样闭口 想要你向我闭口的话 我就好像死人而一样了 这里 世人觉得好像他祷告 好像他祷告又祷告 求了又求 没有听到神给他的回应 也没有看到神的行为 没有看到神怎样的为他做 你有经验过吗 有啊 我想每个基督徒都有经验过这样的 因为我们时常祷告 时常求告 不是每一次就得到神的回应 所以这里世人说 求你不要向我闭口 如果你向我闭口 我就好像死人一样 他的心是多么的倾向神 可以告诉神说 你不要这样对我 不然我就死了 我呼求你 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他很恳切地求神 我现在所面对的困难 我现在所面对的困难 神啊 求你不要离开我 求你听 求你恳求你 听我的祷告 听我的祈求 过后呢 他说耶和华 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图 你看他 祈求过后 得到 得到还是 还没得到神的回复 他已经感谢神了了 神很喜悦 这种祷告 这时候我们祈求神的时候 祈求过后 我们就要感恩 感谢神 你听了我的祈求 我知道你一定会替我处理这件事情 神很喜悦这种祷告 这是叫信心的祷告 这是我祈求的时候 我有信心 相信神不只是听了我的祷告 神还会替我去做那件事情 可能神做的方法 不是我想的方法 跟我的想象不同 但是神还是会针对那个问题 帮助我们 所以世人 祈求过后 恳求你 他就感谢神了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他很有信心 他说耶和华 你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他还说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肚白 你是我心里最依靠的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来送赞你 这些我们也有诗歌是用这些歌词 我们很熟了 我们祷告 敬拜 感恩 也可以学这个诗人的方法 恳求过后 我依靠你的帮助 我依靠你的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祷告过后 我满脸笑你 因为我知道 你已经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而且我全部都交给你了 我心中欢乐 我要用诗歌来送赞你 试试看 你们试试看 每次有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 祷告完 感谢神 这是很好的分析 这些是在患难中时 可以赞美 可以感谢 先一些感恩的诗歌 就是那些你们要赞美耶和万 因他本为善的那种诗歌 我只拉出几首而已 106 这些诗歌重复很多次 这一句 你们要赞美耶和万 因他本为善 诗篇136是我们很熟的 因为诗篇136 每一节的回应 就是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的 俱乐里也有其他的历史事件 应用这一句赞美的话 106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还记得这是什么话吗 在西伯来语只是一个字而已 是哈利路亚 要称赞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106这一首诗歌 如果你把整片诗歌去读的话 这首诗歌 诗人 暴露了以色列的那种 忘恩负义的那种心态 就是神对他们这么好 但是他们没有纪念神的作为 而且反过来 不顺从神 这106的诗歌 就是说以色列人 没有一个功课 他们学得好 神给他们这么多的功课 每次惩罚他们 又救他们 让别人来 又救他们 很多功课 神要叫 管教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 没有一个功课 学得好 这诗篇106 是那种读歌词 但是其中 也是有感恩 这首诗歌 一开始就是感恩 你们哈利路亚 要称赞耶和华 因为他本 他的属性 就是善 神的属性 就是说 神的性格 属神的性格 他是圣洁 这是善良 他是不会 不善的 不会做不善的事 他是善的 他的慈爱 是永远长存的 我们不会失去他的慈爱 神赐给我们他的慈爱 我们是永远不会失去他的慈爱 耶和华 这是最后的几节 耶和华我们的神 中间那一长段 几十节 就是讲到以色列 怎样的那种 王恩负义的那种心态 那么最后 他说耶和华 我们的神 求你拯救我们 从外班中召集我们 你注意这一句 从外班中召集我们 这个是讲到 有一点 一元性的 因为 以后 巴比伦来的时候 就把他们全部 辱到巴比伦那边去 就把他们派到 不同的地方 这里 诗人 讲的这句话 还没有发生 那些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他唱歌 神就感动他 这样的 这样的 唱 求你拯救我们 从外班中召集我们回来 我们好称赞你的圣明 以赞美你为夸圣 我们怎样叫做胜利 我们最好的胜利 就是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能够赞美你 就是我们成功了 回到以色列了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从横谷直到游游远远 愿中民都说 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 我教他随时 教他说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诗歌 下去 诗篇107 你们要赞谢耶和华 一开始就是你们要赞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听过好多次了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听过好多次了 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 就是从敌人手中 所救赎回来的 这是感恩 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人 虽然有时候战争的时候 被赶出去 被带到其他多地方 但是神 你从我们的敌人的手中救我们 从各地 从东 南 西 北 你都召聚我们来 刚才106的时候 我们读他 106的时候 我们读他说 耶和华 求你召聚 我们回来 这里 这首诗歌 神已经这样做了 从东南西北 所召聚回来的 我们都要 称谢耶和华 因为我们是被救回来的属民 这一首 我拉出这两节经文 以西拉记 三章第10和11节 是因为 他们 我要给你看到 历史书里面 他们也是有用 好像我们在诗篇里面 读到的那些经文 那些诗歌 那些歌词 他们也有用 这里是 以西拉回到 迦南的时候 他们要重建 圣殿 那么这个是他们 打了那个根基 打了根基的时候 他们就感谢神 因为开始了 重建那个圣殿 Foundation 打了那个根基的时候 那么祭司 就穿了礼服 拿着他们的手法 在那边吹号 亚撒的子孙 那六位人 就敲那么多 照以色列王 大卫所定的 他都站在那边 他们都站着 在美耶和王 因为在大卫王的时候 大卫王已经 成列了说 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是应该怎样的站 谁站在哪里 音乐 乐器放在哪里 大卫王已经定了那些列 所以他们现在就 回到了 从巴比伦回来了 七十年没有敬拜神 没有这样的敬拜神 现在他们打了那个根基 要重建那个圣殿的时候 他们就再一次的 做他们七十年来 没有做 没有机会做的事情 就是立位那些祭司都穿上 他们的礼服 当然要服 拿起他们的手发 那些歌队 那个师班 就也是站好 都站着 在美耶和华 站着 他们彼此唱和 唱和就是彼此唱和 就可能上他们的师班 就是你唱一句 他回音一句 就好像诗篇136篇这样 这边唱一句 那边唱一句 唱和 但美称谢耶和华说 他们唱什么歌呢 其中的一首歌呢 他们唱很多歌 其中的一首歌是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 永发慈爱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呢 众民就大声的呼喊 因为耶和华 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 所以我看到 你看他们 除了诗篇以外 其他的地方 也有好多时候 他们透用同样的言语 来敬拜他们的神 来18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过后呢 愿以色列说 就是愿整个国家说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唱和 愿亚伦的家 就是整个以色列国家呢 他现在把他注重在 这个祭司的那一族 祭司的那一族 亚伦的家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过后他就分开来 全部敬畏耶和华的人 就是不管是以色列 还是外邦人 住在以色列那里的外边 外邦人 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说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这是给我们看到 他们的敬拜的一种 一种方式 这首诗歌呢 是从国家的观点来说 好 这是最后的一 今晚我拿的最后的一首 这些 这个属于那个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那种诗歌 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同的 感恩歌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用处呢 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可以 在灵修的时候 在小组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拿这些诗歌出来 一起读 一起来 用诗人替我们写的歌词 来敬拜 来感谢神 这是很好的 好像你看这个118 这个我们在敬拜的诗 可以用 可能敬拜 附着敬拜的领袖 可以这样的说 我们可以不应 命的吃爱 有缅长存 我们可以这样的为应 是一种的敬拜 所以这个诗篇课程 就到这里为止 今天晚上我们所看的 都是感恩的诗歌 希望这些诗歌 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效的感谢神 现在我要做一点复习 因为我们上了这么多课 不知道我们忘了多少 还是记得多少 我不会问你 记得多少 不要难为你 好 做一个复习 整本诗篇的书卷 是分成五本书 你的圣经里面 也有放第一本 第二本 第三本 第四本 第五本 第一和第二章 是整卷诗篇 150篇 整卷诗篇的虚言 这是一个开始 第一句话就是说 有福的人是怎样的 还记得吗 诗篇第一篇 有福的人是怎样的 他是昼夜 默想 神的话语 因为诗篇里面 是神的话语 第一本书 是从第三章到41章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一本书在哪里听呢 因为41章的最后的一节 有阿们 还有感谢神 第二本 42到72章 72章的最后的一节 也是有阿们 阿们 73到89 是第三本 89章的最后一节 也是有阿们 90到106 是第四本 最后的一节 106最后一节 是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就是说 阿们 哈利路亚 他的言文就是这样说 阿们 哈利路亚 107到150 是最后的一本 最后的那一节 是说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 所以诗篇 150篇 最后的一个字呢 是哈利路亚 可以记住吗 记得住吗 应该可以了 还有我们学到什么呢 我们学到诗篇的作者 有不同的作者 有几位作者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所知道 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呢 有 亚撒 阿撒 有可拉的后裔 你记得可拉 就是在摩西的时候 可拉是毁背神 他们是反对摩西和亚伦 神审判他们 他们整家人 地就开了他们整家人 跟他们的动物全部被埋在地里面 但是他有儿子 有些儿子是没有犯罪的 他们继续下去 过后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呢 他的子子孙孙呢 都是在圣殿里面 音乐那一方面 他们是侍奉 他们是侍奉 乐器 音乐 诗班 可拉的后裔 他们也有写诗歌 所以他们也是诗篇的作者 还有西曼 西曼只有一首诗 和可拉的后裔一起写的 另外一个写诗的人是以范 还有索罗门写了几首 摩西 摩西 摩西也有写诗歌 也是在我们诗篇里面 还有很多是不明的作者 Anonymous 我们不知道是谁 所以诗篇的作者是谁呢 有很多的人 我们不知道全部 只知道这一些 所以诗篇 有五本书 怎样分呢 每一本书呢 最后的一节是 Amen Amen 那么诗篇呢 有不同的作者 作者是谁呢 我们有几个名字 但是其他的我们不知道 诗篇的分类呢 有很多种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只拿出一些而已 我们知道有弥赛亚的诗歌 弥赛亚的诗歌就是 有意缘的 都是讲到主耶稣 第一次来 主耶稣受难 主耶稣第二次回来 弥赛亚诗歌 都是关于主耶稣基督 还有那些咒诗的诗歌 很难读的诗歌 很难听的诗歌 也在里面 因为这些诗歌呢 是人生的经验 所以诗人呢 也有写出这些 对敌人 个人的敌人 咒诗 或者是对国家的敌人 耶和华什纳 求你怎样怎样的 去准发他们 也有这种诗歌 我们当然没有用这种诗歌 来做敬拜 但是我们知道 人生里面是这样的 还有十三首的丧行诗歌 什么叫做丧行诗歌呢 就是他们从 以色列不同的地方 每年到耶路撒冷去 圣殿敬拜的时候 每个犹太人一年三次 每个成年一年三次 要到以色列圣殿那边去 献祭和敬拜 所以他们从东南西北 不同的地方 走去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建在一座 小山的上面 所以他们 无论你从什么方向来也好 最后的那一道路 都是要好像上那个山一样 所以他们一路走 一路唱 这一对类歌叫做 上行的诗歌 这是他们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就去看 我举目赶快我的帮助从而来 那种诗歌 都是他们 步行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所唱的歌 还有一类叫做西安之歌 西安是耶路撒冷的另外的一个名称 耶路撒冷有时候叫西安 有时候叫大卫之城 所以有好几首诗歌 是称赞西安的 我们叫他做西安之歌 刚才我们看到一些 就是哈利路亚诗歌 上一课我们提到哈利路亚诗歌 就是这一类的诗歌 开始和完都是哈利路亚 就是从诗篇146篇 一直到150篇 哈利路亚诗歌 还有其他的哈利路亚诗歌呢 只有开始是哈利路亚 或者是完了最后一节是哈利路亚 不像146到150那样 那五首那时 开始是哈利路亚 完了也是哈利路亚 等等就是说 还有其他很多类的诗歌 有些我已经读过了 有些我根本没有读 但是诗篇的分类 有不同的分类 所以我们看过了 诗篇里面一共有五本书 每一本书的最后一节 就是阿们阿们 那么诗篇也有不同的作者 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分类 诗篇还有 第一节之前呢 有那些小小的字 那个叫小字 这些小小的字呢 有不同的用法 有希拉 有膝盖秧 有插入曲 有些是讲谁做的 有些是讲到 大卫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写这一篇诗 背景的 有很多人想那些小柱 但是我们也要读 因为那些小柱帮助我们 比较了解这一首诗歌 还有那些小柱也告诉我们是用什么音乐 用什么乐器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 他是用什么调用什么调 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调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还有诗篇的内容呢 他的rhythm不是好像我们的诗歌那样 他的rhythm是意识里面 意识里面有他的rhythm 所以我们叫这个叫对句法 parallelism 有不同的对句法 这现在是小柱 还有一些叫做历史诗歌 历史诗歌呢 好多首历史诗歌 有些不是整 不是整首歌是历史诗歌 是一首诗歌里面 有几节是历史 历史诗歌是什么目的呢 诗人写历史诗歌是要他们 要他的同胞们回顾以前 特别是出埃及的经验 过红海的经验 神怎样的惩罚 法老的军队 全部被水淹没 神怎样带领他们进入了旷野 神在旷野怎样的供应 怎样的审罚他们 一切的经验 诗人写这些历史诗歌 要他们回顾以前 而且把这些历史诗歌 传给后代 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 犹太人很注重历史 很注重家族 很注重过去 因为他们回顾以前 他们就可以记住 这是他们的神 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学 因为如果我们是 回顾神以前 对我们怎样的帮助 我们就比较有勇气 面对前面的那条路 因为前面那条路好像很难走 你觉得很难走的时候 你就回顾 去年我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 神怎样的帮助我 我还有那困难的时候 我自己不能够解决 神怎样替我解决 我们回顾纪念 以前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给我们有信心 加强的信心 面对前面的那些挑战 还有字母诗记得吗 字母诗就是用他们的西伯来文的 他的字母 他的ABC 字母诗就是说 一首诗歌有22节 这是西伯来语的22个字母 他们的ABC是22 所以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母 就是他的A 第二节是B 第三节是C 第四节是V 这样的辖取叫做字母诗 很多 特别的就是119 诗篇119的特点就是 每8节用一个字母 这是如果我们用英语来说呢 第一节到第8节每一个字的开始都是A 从第9节到第16节 每一节的开始的字母是B 这样的这样下去 所以22乘8 172节 119 那么119的这一首诗歌呢 它的重点呢 就是神的话语 整首诗歌是讲到神的话语 除了四节 里面的一百多节呢 每一节都有用到其中的一个字 就是这十个字 这十个字或词呢 是圣经里面 形容神的话语 道路 见证或是法度 命令 话语 顺词 律法 汉语 律列 真理 典章 这十个字啊 在119篇里面啊 每一节都有这个字 除了四节 每一节都有至少一个字 这些字 所以119呢 整篇诗呢 都是讲到神的话语 其中有好几节 你们已经背过了啦 我要把你的话语 藏在我的心 免得我得罪你 很多 这些叫做字母诗 他们有字母诗是一位 很容易的背 在美诗 我们就讲到 那个字哈利路亚 那个字 我们很喜欢用的哈利路亚 这个字呢 的意思啊 是你们要赞美耶和我 所以你看到那个诗篇第一节啊 是说 你们要赞美耶和我 你就应该从今天开始啊 你就应该想到 这个字是哈利路亚 因为你们要赞美耶和我 是翻译 哈利路亚这个字 哈利路亚是希伯来语 一个字而已 你们也看过一些 米赛亚诗歌 这诗里面呢 都是有关 主耶稣的语言 不需要是整篇诗篇 有时候只是几节而已 一首歌里面有几节 是提到主耶稣的语言 好像诗篇二十二 有好几首是米赛亚的诗歌 所以我们读到那些诗歌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注意到 这是有关主耶稣 他第一次的 或者是他的受难 或者是他第二次的回来 爱歌 诗人借着诗歌来表达他的悲哀 他的伤痛 这些爱歌呢 有时候是群体性的 就是诗人代表他的同胞们 一起来悲哀 或者是个人性的 只是大卫自己 大卫自己犯罪过后他所写的 那五十一章 是多么的痛苦 可能是个人性 可能是群体性 法人诗歌 法人诗歌里面 我们要记住 一定要有悔改 有敬拜 有称谢 法人诗歌 随时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 要有悔改 你看诗歌里面有很多例子 到位写诗歌的人 他们都承认 他们有罪 求神圣灵 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 就先求他 圣灵我们的罪 然后我们敬拜他 圣谢他 感谢他 感谢完了 可以为其他人祷告 可以为其他人祷告 保罗也是这样的教导 为别人祷告过后 才为自己和自己的事情祷告 感恩诗歌 好 现在我们结束呢 结束我想用诗篇100篇 做一个结束 那么我们一起 一起来读 这一首诗歌 你陪着我 一起来读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开你的音头 开你的音头 我们一起来读 没有看到你们开 来我们一起读 天下方向向 圣灵也和华 我们 他越当越以后 也和华 方向向 歌唱 我们是 열 我们是导 relaxing 我们是 他是 他是 他 还是 他 是 我们是 祝你因为他的愿 感想谢他 更运在他的名义 因为永远 耶和佛的离上瓣 他的慈悦是存在永远 他的心是直到万代 好的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八父 我们今天真的感谢你 感谢你因为我们认罪的时候 你就设你的一切的过犯 感谢你 今天我们承认 我们今天从早上到现在 错过错事 可能我们的嘴巴讲错话 真的我们心里面和头脑里面 有想错了 我们求你洗尽我们一切的罪恶 赦免我们 饶恕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你面前 可以成为圣洁的义人 谢谢你 我们也谢谢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你没有留我们在这个世界 好像孤儿一样 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 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还留下你的话语 留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看到可以直接的读你的话语 感谢神 只是我们要求你 然后是我们因为 好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读你的话语 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厌烦不要读 有些时候我们根本不想读 求你饶恕我们 你再一次的 苏醒我们的心灵 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 赐给我们一颗 渴慕你的心 渴慕你的话语 给我们一个喜爱 喜爱你的话语 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灵 当我们看的不只是字而已 而是看到那个活字 是有活命的话语 可以教导我们的 每天我们读话语的时候 就是一节经文也好 一段经文也好 求圣灵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不只是了解 而且赐给我们有智慧 赐给我们有恩惠 知道怎样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留下这150篇的诗歌 因为这些诗歌对我们来说是多宝贵 我们时常都放到诗篇那里去 找安慰 找鼓励 我们时常都是依靠诗篇来敬拜你 感谢你 鼓励 感动 这些写诗篇的作者 记录下来 今天我们可以同样的 好像几千年前就让他们唱这些诗歌 我们也可以 聋读这些诗歌 可以唱这些诗歌 谢谢你 我们求神 把我们这一个课程里面 所学到的功课 所学到的一切 求你帮助我们牢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帮助我们 把所学到的分跟别人分享 成为别人的祝福 谢谢你 这时诗歌里面 你都是我们的导师 我们感谢你的教导 也感谢你的福气 赐给我们的福气 一切的荣耀 都要归还给你 感谢天父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了 我讲完了 好了 我看着你